特首 请问你 你的母语是什么 过去一段时间很多政治问题入侵了校园 所以我相信近日都有人为何要无风起浪 就觉得教育界太平静 特首 你的母语是什么 对不起 我不回答这种无聊的问题 近日有网民发现 教育局在2013年 向小学派发的普通话课程配套资料里面 推介其中一篇文章 内容指粤语非港人母语 结果引起社会争论 网上也有不少知名人士发表撑粤语言论 新一波撑粤语运动 是不是已经肖肖起革命呢 什么是我们的母语呢 本来是很简单的问题 但近日就引起很多争议 今天我们请来两位嘉宾 就粤语地位 中小学教学语言等一起聊一聊 分别是港大教育学院副教授李辉 也有人称Ben Sir 中大中文系前高级港师欧阳伟豪 欢迎两位 好 近日一篇很惹起争笼的文章 就是学者宋恩乔的文章 特别提到就是普通话才是香港人的母语 广东话只是方言 Ben Sir来都拍片反对 可不可以特别讲一下反对的主要理由是什么 主要理由就是 譬如我们从一个一般人的角度来看 母语就是我们一出生在爸爸妈妈在家学出来的那个语言就是母语 所以这篇文章 所以说广东话不是母语 这里我都会觉得不妥当的 最比较不妥当我想针对就是教育局去引用这篇文章出来 你教育局作为香港一个权威 香港有那么多语言学家教育学家 李辉教授就是其中一个 为什么我看不到要去引用这位老师所写的文章 我对这位老师完全没有针对的 是不是我们学术自由 我就是质疑教育局去选取这篇文章的理由 这个是有问题的 我有看过这篇文章 这个是一家之言 所以很多问题真的都双却的 当然教育局的同时 他可能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他就觉得中大 或者港大的专家写的文章 作为一个参考给老师 但是教育局本身 我觉得他们可能自己都不清楚 刚才片段看到的 连特首都不清楚 因为人家问他 你母语是谁呢 他又不敢说 他觉得说出来好像有些问题 问题是哪里呢 是因为我们对母语 不是太清楚 不单止特首教育局 很多坊间的人都不太清楚 香港人母语是什么 不是很清楚 那香港人母语是什么呢 其实刚才Bin Sir说了 我们的口语是广东话 但是我们知道 人家的语言是分两种形式 一种叫书面语 英文叫做written form 一种叫口语 英文叫做spoken form 我们香港人来说 口语 毫无疑问 是粤语 广东话 但是我们书面语 学些什么呢 你看看幼稚园 小学 中学 中文教材 他用的是现代标准韩语 英文叫做modern standard Chinese 很多人说普通话是香港的地语言 是 我说不对 我用一个1.5来形容 普通话是香港的1.5语言 不是地语言 我明白李辉教授所说的1.5的意思 是 就是说它不是纯粹一个母语那么简单 但是它又没有外语 因为我们明白那个文字 所以你会看到外语有些近一点 有些疏跌就是这个意思 明白 这次教育局是否错误引用了这篇文章 我只会说不是错误 是未够精准的 或者未够代表性 因为我所认识的语言学家 教育学家 他里面都是没有这些文章 而且你引用出来 是给中小学老师看的 我自己教过小学8年 我真的去信赖教育串 每一份文件 我就很坦白跟你说 我就不怀疑它什么阴谋论 或者动机 我都觉得它有错误 但是我们在大学 更加应该成当错误 是什么问题呢 就是普通话是香港的教学 和发展 我们的研究方面跟不到 因为学者方面很少研究这个问题 令到有很多问题未解决 所以教育局的同事 他真的找不到太多的记录 尤其是说香港情况的记录 很少的 所以他找得到的就放上网 这个问题就是 他的公务员是这样做事的 他收到什么就放上网 但他没有什么字评 他不一定代表 他不一定代表他人同的观点 他可能没看完都对我可能的 明白 看回两位有一个意见就是 不如普通话和广东话 互相不是矛盾的 互相都有一个平衡 但是这次这个争议发敲之后呢 我看到Facebook有不少人 例如把头像 加上我支持广东话的这个口号 其实这里都好像涉及一些中港矛盾 一涉及这些问题 香港人是不是很容易变成惊弓之鸟 都会的 因为语言现在是说的 不是我们穿衣 不是一杯水 一些外在物 是我们多内在物 就是从理论的角度来说 语言根本是我们一个器官来的 是我们DNA里面的东西 有些身份认同的一方 是呀 所以说到语言 好像特首都不知道怎么说 你叫他说一国两制一地两件 他说到很流利的 很美的 说一下房屋 一说到语言 总是说yes又不是no又不是 这里反映到那个语言的本质 就是跟我们一些情感 一些身份认同 文化认同 你在哪里来 这里是很有关系的 很复杂的 都挺复杂的 所以就是正正的复杂 你继续不说 为什么就是这么复杂 要拿出来说 这个就任你怎么说 所以我的主张 就应该要拿出来说 那个什么叫母语 外语 第一语言 1.5语言 第二个语言 这样拿出来说一说 其实语言政策从来不是单一的 它是关乎到政治 族群 文化 很多东西的 所以政府在这方面 有小心处理 有从长记忆 幸好政府有一个与常会的 这方面可以资助多些研究 做多些研究 还有发表多些东西出来 我觉得就是 我作为一个外力的香港人 新移民 来香港二十年 我是曾广东话的 我都是曾普通话的 我觉得是两个不矛盾的 作为一个国家共同语言 普通话是值得推广的 最后有一点总结 在这方面 就是说 其实今次的问题 好像是一个政治问题 多于是一个语言的问题 我觉得 不要理会是否政治问题 总而知我们香港人 对于我们这个母语 这个广东话 以后是做些什么 就是这样口说 每天在Facebook那里 来说是没用的 我天天拍片都没人看 你将它去做一些实际的东西 比如说开话节目 做多些节目 你们请我们多点上来 你去说 一个半教育式的盛怀 找多些不同 要为广东话增值 那点是 你问广东话好不好 广东话很好 敏南话也很好 上海话也很好 但对于香港这个地方 如何为它增值呢 我同意宾锡的意见 其实本来这是一个学术的问题 但是有人是有心炒作政治问题 我们今天我们两个上来 都想还原 还原本的本类面目 就是它是一个学术问题 是一个教育问题 不是政治问题 好 那再问了 无论教学语言 中史课 教科书 甚至是通识 近来都会有很多风波 大家觉得 教育里面 是否越来越倾向政治化 教育本身是政治范畴的 尤其是很多政权 对教育很关心 所有国家都不放手教育 是因为教育是改造下一代的思想 一个工程 那你觉得北京是否在说愚意 北京对香港的事务 我觉得它是遵守一个两制的 我不可以看到 我没有看到证据 所以我不可以乱说 但我觉得就是 譬如你说的中史的问题 如果你真的需要考试 将来由今个学年开始 成为逼收科 变成考课之后 有些条例 或者是详细是需要统一的 如果考试的时候 你讲A他讲B 那怎样判卷呢 你讲南方他讲南边 那么改卷老师怎样改呢 是需要同一的 因为要考试 教育根本就是政治的一个部分 是吧 再讲得白点 教育都是一个洗脑的行动 只不过你是喜欢他帮你洗脑 还是我帮你洗脑的意思 所以去避免这种影响太大 我觉得教育的同行 包括老师 本身就要多些得事 多些胆量 多些自信 来站出来 帮自己帮自己的人来说话 现在很多时候教育的问题 都是一些非教育 在外面的人来说话 你很难不吸引他们来说 你自己没有人说 没有人站出来说 教育足以影响一个人的一生 所以所有的改革检讨 都应该以学生的福祉为首要 也希望教育局 认真地聆听各方的意见 今天多谢两位